大家好,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个WordPress安装的一个大概流程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大家能搜索到的教程,安装方法是五花八门的 WordPress是很多年前就有的东西,经过很多版本的迭代 不同的版本安装方法可能是不太一样 但是最近WordPress加各种高级版本的商业主题,方法越来越受到局限 比如WordPress可以在本地的环境中先搭建起来 做好了网站之后呢,再传到远程的服务器或者是虚拟主机上 这种方法现在越来越受到了限制 比如去年也就是2016年的10月份 Avada 5的版本 它需要API才可以在线导入demo和安装那些slide插件 在以前很多主题 作者都会提供一个xml的可导入的文件包 我们可以在本地环境上直接导入这个包 现在很多主题都是在线导入demo 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趋势 像BE主题也是在线导入 它的导入方法和之前的版本也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那个the7就是the7 它最近在大版本更新之后 导入demo方法和安装插件方法也发生了改变 启动主题之后 需要填写购买的许可证的那串数字 然后才可以在线导入demo 然后在线安装插件 我想这应该是为了防止盗版 完全采用在线的方式 现在我给大家一个安装wordpress和主题的一个大概的思路 首先你要有一个主题的圆码 然后还要有一个虚拟主机 不要本地环境 从网上可以免费下载到wordpress的原代码 把wordpress的原代码上传到虚拟主机上面 然后把主题 那个压缩包在本地展开 把那个主题上传到指定的wordpress目录下 然后进入到wordpress的后台 切换主题 就切换到你想应用的那个主题 启动主题之后呢 它会提示安装必要的插件 这时会有很多插件 安装必要的就可以 然后就是导入网站的demo 最后一步就是把demo那些页面呢 设置什么的变成你想要的网站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流程 这个流程说着简单 但是实际在用的时候 会遇到各种各样很具体的问题 在后续的课程中 我会逐一的展开给大家讲解 这节课就到这儿 我们下节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